今天,萱娃子跟妈妈讲,我也去赶集 我想吃火腿肠,还有小馒头 这时她来到街上 走到超市门口 很高兴地走进超市 就直接地走到火腿肠那里 也不犹豫就拿了一根大的 把火腿肠拿起,哇,这么大,会不会很贵哟 叫姐姐把火腿肠看一下贵不贵 看到了小馒头,也拿了一包 就拿到收银台那里 姐姐算好了,她就把钱给姐姐 把火腿肠和小馒头递给她 东西买好了,就提走 放到三轮车上 慢慢爬上三轮车上,准备回家咯 提着火腿肠和小馒头就下车 往屋里走 放到桌子上,很高兴地说道 有火腿肠吃了 这个挺香的